知名波克尼夫最近推文表示 因为在机场携带花生酱 结果被TSA拦下 且之后还在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 然而TSA却再次强调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认定花生酱是液体 旅客不能带上飞机 只能托运 TSA补充道 如果装花生酱的容器大于3.4盎司 就必须托运 而不遵守TSA液体规定的乘客可能会造成机场延误 且需要面对额外安检 主要原因是花生酱没有明确的形状 且形状由容器来决定 因此被归类为液体 对此一些网友便发挥创意恶搞表示 如果是这样 那么猫也是液体 还有一名网友则推文补充 从科学上讲 花生酱是一种黄油 而黄油属于一种固体 而并非液体 东森新闻团队 洛杉矶报道